近来朝鲜是不断的加大威胁力度 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 但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向国际社会发出威胁言论之后 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 他的动向引发外界的关注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访问韩中日三国 并敦促中共当局能够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 那么作为平壤政府唯一的盟友还有支持者的中共 如何来接美国抛过来的这颗球呢 一起来看下面的报道 韩国联合新闻通信社报道 身为朝鲜国防卫委员会第一位委员长的金正恩 自本月1号出席最高人民会议之后 到14号已有两周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这引来各种传闻和猜测 是否朝鲜内部出现军事政变 或是平壤政权核心人物张成泽被监禁等 不过韩国情报当局表示 这些也只是毫无根据的揣测 朝鲜方面没有出现异常动静 报道引述精通朝鲜情势人士的说法 金正恩在积极公开活动后突然又不露面 可能也是一种心理战 想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他出来讲什么呢 你没有力量 你量力又小 又是引起人家讨厌 你也发动战争 现在是中美两国对你 你打要好 那我用打的方法对付你 你不打要好 我也用不打的方法对付你 最终一个目标 要把你的核武全部拿掉 而这是金方子最不愿意的 所以他现在藏起来 不知道要想用什么办法来应对中美两国这么一个决策 14号 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就朝鲜半岛核危机展开会谈 克里表示 美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日本和韩国的安全 13号 克里在抵达日本之前 曾到北京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斡旋 他对包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发出警告说 如果朝鲜发射导弹的话 将会导致严重后果 有消息表示 在这一议题上 克里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要支持 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克里时表示 在朝鲜半岛挑事声势 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克里也已经答应了 如果你把核武拿掉以后 美国就把反导弹的系统 它就可以撤走 它不需要搞那么多反导弹系统 但是美国希望中国对北朝鲜施加压力 让它核武拿掉 这下一步棋就看中共怎么走了 这个球现在踢到了中共 但是它已经警告了北朝鲜 不要拿起势头砸自己的脚 中共是平壤政府的唯一盟友和支持者 被普遍视为唯一能对朝鲜施加影响的国家 据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估计 朝鲜90%的能源供给依赖于中国 但到目前为止 外界普遍认为北京方面对朝鲜增加的压力并不清晰 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及 与克里同机随行的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希望中共当局遏制通过影子公司和银行转移的非法资金流 因为朝鲜政府正利用这些资金支持核武器计划 中国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苏浩说 中共当局也在做朝鲜的工作 甚至带着批评的语气 但朝鲜的表现似乎并不太接受和尊重这位中共老大哥 这句话你看到并没有指是谁 对针对谁 这外界可以从各种方式来解读 当然目前来看朝鲜是一种非常突出的这种行为 所使得这个局势 因为它很不负责任的 甚至于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些行为和做法 导致的这种紧张转款的更加的迅速的升级 所以中国方面当然对朝鲜 也应该说是也带有这种批评的味道在里面 此外韩联社说4月15号是朝鲜已故 前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 推测金正恩很可能会前往锦绣山太阳宫进行参拜 外界预计平壤政权正在考虑下一步的动作 而韩国政府正密切注意朝鲜有什么动向 大家 担心 闻我闻闻我闻闻有什么打电话